创立50周年的台东基督教医院协同会台东教会 9月12号到29号在台东成品书店举办爱你何止50年照片连展 照片里年轻气盛的外籍医生和牧师们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把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都奉献给台东 两个一个是美恩 第二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去每一个台东的国小 给他们健康检查 那个是两万四千个学生 我们发现了百分之流有很大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每一个一百二十五个国小 那个是很快乐的事情 很难过但是也是很快乐的 因为台湾好美 有的时候我们去海边要吃野餐 我答应他们去 然后有机将来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有人骑摩托车来找我 一家人都要回家 只有一部车 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吃野餐 我问他们是不是很难过 我说你很糟糕 我说那好吧我们知道有病人需要 病人的需要比我们的需要大得多了 所以但是我们最怕 就是孩子们觉得他们是比较巧 没有什么要求 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他们好像了解 这些人真的有一个需要 所以他们能够 他们从小就开始学 所以但是我们觉得这边是 台东是给我们的礼物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爱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展览当中 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 台东在五十年前 台湾医疗最匮乏的时代 上帝就已经为我们猜浅了 最棒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 建立了一座台东基督教的医院 来帮助我们那时候 很多病痛没有医药 没有设备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现场由谭维益 狄根生 史安堵和毕克 德勒诗 龙乐德 富士德 及孟美心等八位宣教士 撒下代表信心的芥菜种子 为台东带来祝福 除了有照片连展 12号晚间7点 在台东县立体育馆举行 把爱留下感恩音乐会 9月13号上午10点 在东基恩典楼 还有联合感恩礼拜 以及晚间7点的 法国小提琴家 普丽叶独奏会等系列活动 刘一慧刘若文采访摄影 ante罪 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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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八位 金人 谢谢大家